最近台海的局勢非常的緊張 但之前有人說要攻下台灣 首先你得要先攻下澎湖 而這也是為什麼 最近澎湖的國軍都嚴陣以待 連前陣子總統蔡英文 都到澎湖去落軍的原因 但要提到了澎湖 就要提到了日治時期 其實這邊發生過一件神蹟 而且這個神蹟 還是總督府認證的 其實在澎湖 大家都可能不清楚 台灣以前也有一陣子 是大家在削鴉片 是喔 不是大陸那邊才有 台灣那時候也很嚴重 很嚴重其實澎湖更嚴重 真的啊 因為澎湖地區 說實在話這個地方 為什麼他會吸鴉片會這麼嚴重 那時候就有人在形容 有一個神父叫岡維林 他就講說澎湖人 那個時候的澎湖人 身上都插一根煙管 走到哪裡 只能夠躺下來的時候 就抽出來 弄一些鴉片就開始抽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一個歷史 跟地理的因素 澎湖這個地方 常常就有那個暴風雨 一來的話你不能下田坐莊架 那怎麼辦 滾那天你沒事做的時候就刺鴉片 而且澎湖這個地區 濕氣大 風又大 所以很多人有患有偏頭痛 跟風濕痛的習慣 那你抽鴉片 還能夠減緩這些疼痛 所以那個時候鴉片就很厲害 那可是收鴉片 大家也知道這個鴉片一抽的話 不僅家裡面財富都沒了對不對 連身體也搞壞了 那整個民族就等於說 幾乎整個生產力都沒有 所以大家就開始想辦法 其實澎湖那個時候有一個 鸾塘信仰很有名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麼叫鸾塘信仰 就降雞 伏雞 鐵黨那種的 對 它其實是一種儒忠神教 就是儒教的話 它告訴你說要教宗教孝 要叫人家為善向善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覺得說 那個在澎湖很有名叫一新社有沒有 他那時候就講說 他也就是一個鸾塘信仰的一個組織 而且這個鸾塘信仰比較有名的是怎樣 都是一些讀書人聚集在一起 他們就告訴你說宣揚儒家的思想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講說 不行啊 整個澎湖人都在吃阿片 吃到賣了 整個人都死了死了怎麼辦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去請求 媽公成王名 這叫什麼叫媽公 就是媽公的舊稱 這個媽公就是澎湖 馬公的舊稱 所以那個媽公成王名 那時候叫做林應侯 他那時候就這樣子 說要告訴你說 真的喔 這個下來之後 他覺得伏肌就告訴你說 真的這樣吃下去不行 不得了 所以他說他一定要想辦法來處理這個 所以他就跟誰商量 去跟他們的文恆聖帝 就是觀聖帝君 文珠公 因為鸾塘信仰信奉的就是文恆聖帝 所以他們就互相商量之後 他們決定要開始要賜福 賜殺 賜甘露水 而且告訴你 這些東西 拿一拿回去 讓那些吸鴉片的上癮的人 服用 喝了之後絕對有效 果然說也奇怪 去喝了之後 沒多久之後 這個整個澎湖 很多人在吸鴉片的有沒有 不僅喝了這個水 鴉片藉了 身體狀況還比吸鴉片之前 更加的健康 你本人就開始說怎麼可能 在增效的 搞不好是另外一個毒販有沒有 另外我們販毒的組織 他利用那個馬啡有沒有 加在這個水裡面 因為有虎無刷 是 就假設這個會不會是 馬啡加進去之後 讓你抵癮 抵消那個鴉片的毒癮之後 趁機讓你在感染上 另外一種毒癮這樣 那就不信 他說只有喝水 清水喝下去 怎麼可能會截毒癮 所以就拿回去化驗 可是化驗之後就神 對不對 包括那時候 澎湖醫院的藥局長 叫做高橋秀 是 他發現這個神水之後 說你把它查到 裡面有馬啡你就知道死了 可是他查了半天 告訴你說 裡面果然只有清水 只有水 那個藥局長認證 真的是只有清水 後來日籍的一個工醫 就是那個醫生 就是秋菸玉璽對不對 他就去做了研究 他就原來吸食鴉片的 有349個人對不對 經過兩三個禮拜 喝這個水之後 你看他告訴你 煙癮者變為強壯 甚至比吸煙錢更健康 這真的是神水 對 他找了349個 那個吸食鴉片的人 來測試之後 發現得到的結論 竟然是這樣 你看 後來還有一個工醫 中導酒也是 他做了實驗 他把所有的吸鴉片的來 他說319個男生 五個女生對不對 開始加入這個降比會 就是這個一新社 後來這個降比會 他後來吸食者只剩下34個人 女的剩下兩個 其餘全部這個煙癮都戒掉了 你知道 這真的是神水 對不對 喝下去之後 真的這麼厲害 那到底這個原因是什麼 到現在說是一個名 另外我們要看到的是 泰國王室 他竟然是全球最有錢的王室 而且比英國女王還要有錢 也難怪說現在泰王 可以在全球到處的玩 酒池肉林 但如果泰王現在的一個行徑 跟1800年前 東漢林地流紅比起來 泰王他現在的行徑真的是太小咖了 要問一下齊鵬老師 因為漢林地在我們念歷史的時候 他並不是特別的有名 但大家都說 這個漢林地跟後來 三國鼎立 還有這個東漢滅亡 有密切的關係 是 我們先講到說 漢皇帝死後沒有指示 所以外戚鬥士為了把持朝政 就找來沒有勢力的皇族 旁之流紅來當皇帝 所以這也就是漢林地 所以漢林地 一開始是傀儡皇帝 不過沒有多久宮廷發生 那鬥太后被軟禁 這個時候 因為沒有人再比他更大了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據說他的行徑堪比泰王 怎麼說呢 他先是要人建的 有1000間亭格的陵園 然後在裡面做亭園設計 把青苔鋪滿在所有的石階之上 而且還引來河水 來流灌1000間亭格 而每一間池子 他都種了一種很特別的荷花 叫做葉書河 這種葉書河高一丈有餘 白天的時候葉子會收起來 晚上的時候會打開 那很漂亮 對 那他為什麼要做這些設計 就是希望在綠意盎然的環境之中游泳 而且他不是單純游泳 他還裸泳脫光了衣服下水 也不在乎別人的眼光 就好像現在的暴露狂一樣 所以他把這一間亭格陵園稱之為 裸泳館有沒有 裸泳館 對 而且他不是只有自己裸泳 他還找來後宮3000美女一起 他規定說 14歲以上18歲以下的女人 通通給我過來 農莊燕抹一起來下水裸泳 這樣妝會脫耶 對 那裸泳完了之後 他們身上的醃織水粉 不是落到水裡面嗎 就讓它隨著河水流出去 他覺得這條河很香 就把它稱之為流香渠 聽起來是很詩情話義 對 可是都是名指名高 而且不只如此 他在裸泳完之後 還會跟這些嫔妃宮女 通宵達旦飲酒 喝到醉醺醺醺的醉到無法上朝 好不容易醒來還會感慨的說 這種生活如果能夠持續一萬年 那就是神仙般的生活 你看這是不是真的是 不知人間疾苦有沒有 超浮誕的 對 而且他後來 還在自己的皇宮裡面 建一條商店街 那裡面設置各式各樣的店鋪跟攤販 找這些嫔妃宮女 來 你當老闆 你當客人 然後在那邊買賣來做戲耍 來玩得不亦樂乎 而且他不是單純做買賣而已 他還安排一些橋段 有人因為買賣發生糾紛 也有人因為發生竊盜事件 有產生鬥毆事件 而那些宮女鬧得越兇 他是越是開心 你看看 所以正因為他會喜歡這樣子 挖心思變著花樣玩 所以底下的那些小太監 就投其所好找來四匹驢子 因為宮內沒有驢 想說給這個漢林弟看看 結果漢林弟一看 我沒看過 很有趣 所以他就後來如獲至寶 每天都要人來拉這個驢車 在宮裡面繞來繞去 結果繞了幾天之後不過癮 乾脆我自己下來好了 所以他就拿起皮鞭來趕驢 堂堂一國皇帝居然去當起驢夫 你看有沒有誇張 結果這樣一個行徑傳出去之後 你居然帶起一股蜂巢 因為京城裡面的高官 通通都趕著驢車來上巢 結果這就使得這個驢子 水漲船高 因為京城裡面哪有那麼多的驢子 結果一頭普通的驢 比一匹鳴馬還要貴 驢比馬貴 他們是在炒驢了是不是 對 炒驢炒翻天 而且據說比現在炒房還好賺 真的啊 對 結果這樣子一個炒驢風氣 正在如日中天的時候 結果帶起這個風氣的漢林弟 反而是興趣缺缺了 那這下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小太監又想到一招了 別出心才找來一隻狗 給牠帶上巢罐 身穿巢服 讓牠跟著百官一起上巢 結果漢林弟一看 怎麼有個人怎麼那麼奇怪 一直趴著都不起來 一看原來是一隻狗 人模人樣的樣子 結果牠鼓掌大叫說 好啊 好一個狗官啊 結果旁邊的文武百官一聽 敢怒而不敢言 因為這不是百面的揍 說我就是狗官嘛 所以你看這些行徑 都讓人家覺得非常的不齒 而且不只如此 因為牠為了要維持這麼奢華的生活 所以牠後來怎麼辦 因為國庫左支右支不夠用 牠想到一個辦法 來增加自己的私房錢 那就是大肆賣官欲決 而且牠規定 從中央公卿到地方官員 通通都明碼標價 而且有錢的先繳錢後授官 沒錢的先授官後繳兩倍的錢 反正你不管當不當官 你都通通給我繳錢就對了 而且有些職位特別的搶手 那漢林帝還規定 來 競標法 來 你們來 像譬如說三公這種職位 你們來給我競標 牠很有生意頭腦 是 你們出的價格越高的話 越有機會得到 價格只要出的最高的那個 就直接中標上任 好 那當然這樣子是 可以讓牠增加很多錢沒錯 可是你說會不會出問題呢 當然會 因為過去的皇帝 雖然也有賣官欲決 但是也都是賣一些虛位而已 可是這個漢林帝賣的都是 位高權重有十權的大位 你這一賣對原有的官僚系統 那些官員就會造成莫大的打擊 那再加上有人花了大錢 買到這些官位 當然當上之後會想盡辦法 無所不用其極上下其手 來去大勞 再搜刮 對啊 去搜刮 所以這就後來出了很多問題 而且也使得一些 真正有心想要做事的人 反而因此蒙上污名 像是當時記州有個名士 叫做崔烈 崔烈原本就是高官 但是他想說 我在當上三公之一的師徒的話 那我可以做的事更多 所以他就花了五百萬錢 結果他當上了師徒之後很開心 他就問兒子說 大家對我當師徒有什麼議論 結果兒子告訴他說 大家都嫌這件事情充滿銅湊 這就是後來銅湊的一詞的由來 這個典故就是這樣子來的 而汉林弟聽了之後還說 五百萬錢實在賣得太便宜了 應該賣一千萬 你說他賣官是不是賣到 有點走火入魔有沒有 而且後來他也引朗入世 怎麼說呢 因為當時曹操的爸爸也就是曹松 曹松也對三公之一的太尉很有興趣 因為太尉是三公之首 所以他後來花錢買到這個官位 花了一億錢 對 大家競標花了一億 對啊 那也因為他是三公之首位高權重 所以他後來可以在曹中打點書通 為曹操的建功立業奠定基礎 所以後來那個漢林弟也因此迎來 東漢的滅亡有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的行徑 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而也因為他玩得崩 所以死得也早 三十二歲 年紀輕輕就過世 但是他這些荒唐行徑 後來引發了民亂 也就是黃金之亂 而為了平亂給各地官員兵力 又造成群雄歌劇 而這些群雄歌劇 又為三國鼎立開啟了序幕 所以漢林弟可能萬萬沒有想到 自己只是愛玩而已 結果玩到後來迎來東漢滅亡的命運 聽從想要邀請您一起加入YouTube會員 每個月只要兩到三杯手搖引的價格 你就可以成為我們頻道的專屬會員 擁有專屬於你的徽章 同時你還可以觀賞到 我們為你做的獨家影片 歡迎一起來加入支持我們 為大家創造更好的影片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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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訣